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程的第二站 由尊贵的海淘法师率众参访一处殊胜的格鲁道场 由当地法师先向尊贵的海淘法师献上黄色哈达引寝入寺 这里是朱陀仁波切的道场 在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后 由战日法师联系 获得海淘法师慈悲大礼不持该寺庙的重建 而今日终于身高圆满 因此四方对海淘师傅的列宁十分喜悦 也开心欢迎团员们一行前来参观 一开始海淘法师向大众介绍上一世朱陀仁波切的生平 与绿度母有缘的圆满全就 他是修绿度母全就的 所以他在联动里面修到有限出绿度母的形象 这一位是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就是朱陀仁波切 在世的时候葬医医生 所以他托人在医生妈妈的肚子里面 这就是朱陀仁波切的转世 写着由小仁波切与朱陀仁波时 陪帅领现场拉森所恶重 一次供养不拔乃穷 此乎法代表古方佛 有足够的信心 能消除人与非人的障碍 同时也是格鲁的重要乎法 返回中 小仁波切并为大众慈悲加持 古斋后 大众跟随海淘法师步行 到寺庙附近的圣地参观 与著名的斯瓦阳布纳特佛塔参观 高耸的佛塔坐落于山丘之上 在此能远调家的满渡市区 相传此佛塔为佛经中的应许之地 藏语称为帕拔香根 香根的意义是自体本源 也就是说 佛塔的本体是自然地长在这里的 特别的是 塔上的很多佛像上 都在额尖点上一点颜料 而甲道上四处都是猴子的足迹 因此这里有个俏皮的名字 叫猴子庙 是尼泊尔仅次于布达纳特的佛教道场 然而尽管这座寺庙属于佛教寺庙 但自古以来 此庙即受到印度教徒所尊崇 无数信仰印度教的君主 都曾经向该寺表示敬意 成为佛教在尼泊尔著名的圣地 也可以看到 佛教与印度教共存 共荣的殊胜景观 维俄高耸的金色佛塔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塔身并牵引出放射状的佛旗 随风飘扬 将诸福的慈爱散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而塔上慈悲的佛眼 仿佛也正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们 要向观音菩萨精神 温身救苦 学习关爱一切有情终身 大众就在金色与白色向前而成的佛塔前合影 也发愿下次再一起来 此殊胜的圣地朝圣残拜 在圣地的加持下 大众心快喜悦 踏上归途 大众返回住处后 南印度格鲁派佛斯的当家师傅 与中小学副校长 特别来到此地 敬见慈悲的海淘法师 并向海淘法师以及慈悲之旅的法爷们 表达欢迎与祝福 这位叫格西普登登答 然后那位叫格西老往上爹 然后我身边的这位副校长 上次在刚上任的那期间 就是特意去台湾 然后进见中会的海淘大和上 然后我们在台湾给师傅办理一个长寿法会 当时刚好是师傅的六十大寿 然后另外那位格西呢 他是因为当时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没能参与 所以这次特别就来到尼泊尔 来敬见我们中会的师傅 首先我代表塞拉姐中小学全体师生 然后进行可以以慈悲为主 以利他为主的海淘大和上 以及各位到场的所有菩萨 请问好 进出了海淘大和政治大和世界的学员 近十六年来 海淘法师与世界各地红法 曾多次的介绍 此一位于南印度格鲁派国寺 希望有缘大众能发心供养该寺美制饮食 让庞大的僧团能安心修行 半岛立重 他们总共3780位 然后每天都要吃三餐 因为他们在南印度 所以当然很少人去 所以没有人在顾持 所以我们在台湾帮他成立了第一个台湾的行为 后来也在新加坡也帮他们做 然后目前是这两个单位 我想他们来目的是要感恩 因为有很多地方的善心人士 有姻缘的就不断地在帮助他们 那再来是当然我们也发起了 既然这么多人我们叫世界各地的 大家一起护持这个这么伟道的福田 结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护持三千七百八十位吃饭 那就成为一个共宅 就按照佛陀讲 可以供佛摘生 可以像现世父母 可以像往生者 在很多菩萨喜欢这么做 所以利用今天 他们也来跟各位感恩 因为我们帮助的不是光吃饭 包括医疗 他们加密四千人的医疗 附近的穷人也都来 再来就是他们的中小学的教育等等等等 近几年来 由于四方的善款稳定 该佛寺更开始投入中小学与健康部的护持计划 而今中小学已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 并承认学历 学校内不仅有佛学教育 也有西方科学 语言等现代化的教育体制 副校长向大家表示 如今该佛寺 除了让学生们不愁持床外 更有优良的学习环境 这都有赖于海淘法师 与全球慈悲之业无耻者的大爱 借此殊胜的机缘 喇嘛们此次特地向海淘法师献上长寿佛 释迦摩尼佛等佛像至上信仪 也深深祈愿海淘法师能长久复视 夜幕滴水中 海淘法师继续慈悲领众 于住处展开诗诗法会 音韵向其中 泛神清养 海淘法师带领大家修持衣轨 因为大舟与慈悲开世 也祈求满怨祂来帮助三恶道众生 所有受苦又起 今天我们上的那个地方最高叫金刚无畏 这个金刚的意思是代表消除我值的空性 对你来讲 医生现在宣布你得癌症 或是你在打坐有一只狮子要来咬你 甚至你房间有一个鬼 对你来讲 你不会为这个东西起心动念 你只想要去帮助他这样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金刚无畏 那我们想要去帮助众生就有障碍 所以为了帮助众生的离苦的目标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要达到如此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学佛 可能要给自己定这个目标 因为这个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把所有众生的苦 当做你个人 而且不依赖别人承担的责任 这个叫增上意乐 所以那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教发菩提心 那为了要圆满菩提心 所以我一定要篡息菩提心 每一件事情都用菩提心去做 而且时时刻刻连呼吸都在修菩提心 那为了要圆满这个菩提心 所以要累积很多善根功德 各位要誘劳佛塔 要去放生 要去祭平 此次来到尼泊尔展开慈悲朝圣之旅 老爷们 新独有这么多需要帮忙的贫富人民 切身感受到 在遥远的国度 有一群代言的众生 也以旅程中的所欠所闻为资良 掌养慈悲与智慧 以整个法界安乐为己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尼泊尔慈悲朝圣之旅的第四天 由尊贵的海淘法师 聚去慈悲带领 来自十节各地 两百多位自俗而终 踩着晨曦的阳光 走过了偏僻的乡间小径 来到了位于加德满独郊区满山药的 尼泊尔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尼泊尔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为三层楼存白色建筑 是由战日法师与索南格西 于2017年3月所成立的 它的由来 其实是源自于2015年 尼泊尔大地震后 设立四杯免费素食的姻缘 当初在宛如人间利益的山城 大家在分发素食餐点时 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在街边流浪 承受着风吹雨淋之苦 他们没有上学 有些甚至抱着更小的弟弟妹妹 一起来启示令人联系 基于悲鸣这群鸡童的姻缘 因而启发了收养接童的想法 在战日法师 吉所南格西的奴隶奔走之下 才有了如今的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的单身 目前这里总共收留了40位孩童 包括28位女童 以及12位男童 认同年龄介于4至15岁之间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除了照顾孩子们平时的生活起居 给他们一个安定温暖的家 不再让他们流浪街头之外 以让他们能够回到学校继续上学 让这些孩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身心获得健全的成长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 燃起了新的生命火化 而今天在大众面前 这一群曾经流浪街头启示的怨童 却是一身浮衣整洁 荣光环发 并并有礼 与大众欢聚一堂 跟席日的处境 有着天远之别 欢迎活动 首先由当地的老师 与索南泽西 为大众介绍 慈悲快乐儿童之家 目前的概况 随后恭请海陶法师慈悲开示 我想人都可以成佛 我自从出家以后了解佛法 每天我在街上看很多人 我都觉得众生 特别人是接近成佛 最快的方法 如何用什么方法 让他们可以接触到佛法 那我想在尼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边有一句话叫出产小孩子 特别他们在山上就一直生小孩子 然后呢就愿意父母也放得下 就是他们山上没机会 到了市区来有机会 因为他知道有一些爱心人士 会让他们读书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一起来圆满这个福田 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因为大乘佛教的目的在于 普度众生 能够让他们 我们叫成熟友情 让他脱离轮回苦 让他得到解脱涅槃 让他将来也能够像佛陀一样 那我想 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希望战日法师 秃吐苦水 苦水 因为他经常跟我说 师傅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租的了 一个月租六百块美金 因为尼泊什么不贵 就是房子贵 土地贵 所以 所以他们就一直挤 因为他们要挤在市区 而且尼泊的房子 盖都不能贷款了 所以尼泊人不能贷款 阿丁可慢慢盖 因为政府没有贷款这个事情 所以他要买土地 那现在我们就有一点烦恼了 那你也不能租啊 租太久 而且这个地方水源不好 水源有水 有水没水的 那现在第二个烦恼就是 刚刚我们还在聊怎么办 要去找哪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跟战日法师说 那是你的烦恼 因为这些都是你过去的儿子 不然呢 你欠他们在的 那 当然我们的计划 这边的格西 他们很发心 从成为佛学博士 而愿意来奉献 那当然我们想办法要 帮助他们 因为老师说了 你要带三百个五百个小孩 都没问题 但是因为这边小孩真的很多 那所以第二步就是 如何去找一块土地 各位施主 如何找一块土地 建一个学校 然后呢 那他们也可以出家 然后呢 我想他们就有很好的未来 所以事实上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坐在这边 如果我会看我告诉你 你是他的阿嬷 你是他的阿公 不然你也不会来这边看到他 所以 那是大家 要做到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想办法来 帮助对方 因为帮助对方 你内心快不快乐 快乐 真正的快乐 来自于 奉献布施 这是佛陀跟我们讲的 那慈悲才是永恒的快乐 海淘法师赞叹格西 与战日法师的慈悲心 也希望大众能踊跃发心护持 关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 真的欢迎大家来到尼泊 我们的这个名称就是 慈悲快乐之家 就是就像我们师父每天教导我们 每天都要行慈悲 所以我们成立的所有的 协会啊 中兴啊 包括孤儿宴 前面都加慈悲 就希望我们每天都不忘记慈悲 要利益有期 鼎雅这个小朋友呢 是也许就是 大地整过后 我们有不食便当 不食便当的时候 一些妈妈就抱着小孩子过来 也是一样 在每天给他们吃 所以当时有想一个念头 就是说 因为也有的反应说 你们每天这样子给 那他们就更懒惰 就不去做工 不去工作 那当时我们就想 哎 我们慈悲就好 去让他有吃饱就可以了 就不用去想太多 如果我们走在街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你走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 你看到那小朋友 就是来跟你们要钱 拉你们啊 又怎么样 那些小朋友就像现在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可以领养他们 带他们去学校 他们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感觉干干净净的 还有感觉我们让他们去读书 就有学问 所以这个母亲呢 就是不会有在下一代 再让他们小朋友 因为他们母亲就是当 可能是当他们一个用计吧 就是生了一个再生一个 生他们下来 就是去讨钱比较容易嘛 因为很多人就是 慈悲看到他们抱的很多小朋友 所以会给他们钱 所以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在扶持他们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心说 能不能帮这些小朋友 因为这些小朋友 他当乞丐的话 他们再生下来 也是在当乞丐 再生下来也是当乞丐 所以我们心想 就是能不能停止这个轮回 所以我们就想发心 开始呢 我们没有要说要收留他们 只是跟他们的父母谈 然后我们也去跟学校谈 就说好 这间学校我们会请多少个朋友来上学 学费我们付 所以我们带他们的这些小朋友 或者他们的家长到学校去 就是好 给钱给学校 就是你妈妈的带小朋友来读书 可是发觉前面有可能是 一两个星期妈妈会带他们去上学 过后就不带了 因为有可能他们会觉得 生活条件很困难 不如带这些小朋友去讨钱啊等等 就不让他们去上学 所以当时我们才发心 那么巧我们哥西就跟我说 能不能收留 刚刚好巧合 我们都有这个方向 好 那我们就收留 这些 就是当时他们也是在拿饭 所以你可以看以前他们的照片就是暗暗战战的 就是乞丐的样子 所以你看现在他们就长得蛮庄严的 所以当时我们收 预算是不多 因为要养到他成人 所以当时我们只是预算 四个 二十个 找个小小的房间 就是领养他们 最主要我们要跟他们的父母谈 你的小朋友留在这里 我们让他上课 我们有保姆 教育他们 他们每天去上学 我们住这里呢 就是我们学校就在前面 所以他们行路就可以过去了 就可以省一点点费用 就是先养十个 二十个 他们就是每天 发学就是每天来吃的 很多母亲都有带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一直收 就没有想那么多 压力肯定是有 偶尔跟师父吐吐口水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成长 我们会很开心 就像以前不懂礼貌 看到人乱拉 你看现在他们都很怕羞 证明他们有变化了 对不对 就像很老实 诚实 不会说谎 对不对 看到人会叫 然后现在很开心 他们还可以念佛 就起码他懂得归一三宝 懂得念佛 懂得尊重 就是我们要行的慈悲 可惜还每次过我说 还有呢 还有呢 我知道 慢慢来慢慢来 今年为止就六十个 明明我们在安排 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房子问题 所以我们租这样子 大概是六百美金 所以目前我们找到的地方就是水盐不好 像我们三四个洗了澡 还要等一两个小时 水又满了 又等下一批洗澡 所以我们就是面对这样子 所以今年大概就是四五十个 对明年再努力 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就是要来我们的这个孤儿宴 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呢 有一些真的是孤儿 有一些就是膝盖的孩子 有一些就是残妾人士的孩子 就是有些是有父亲的 有些没有母亲的 这样子 有一些是盲眼的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谈好 也要做好手续 所以我们才把他带来这边领养 现在他们身上穿得很庄严 都是来自各位的水洗副辞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水洗副辞 阿弥陀佛 接着学童们 分足献上当地传统的歌唱 以及民族舞蹈等表演 供养大众 随后也为大家 以藏文念诵回忆发心等衣柜 看他们稚嫩的脸庞 闭目合掌 红身同语 虔诚诚诵经的专系模样 十分可爱 令大众赞叹不已 最后 大众分别以书包 文具等学习用品赠送愿童 以及饼干糖果 跟小朋友结缘 也跟随着喊到法师 于宴内参观巡礼 洒尽加持 效法海淘法师的慈悲行旅 步步攻行 实践成博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 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深深实施 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 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 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恭送楞严金 护生 点灯 药贡 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占用法师主法 日期 2月15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 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 高雄市三明区 博爱一路27号三楼 连的电话 07-311-1656 07-311-1656 返回现场 备有免费消灾 超键牌位 供大众填血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幼稚医师 陈慕荣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让很多朋友都知道 洗手很重要 除了用肥皂之外 使用酒精或干洗手 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 有些朋友觉得 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干净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使用的量只要2-5cc 就可以了 将酒精或干洗手 喷在手心 手背 并搓揉20秒 就完成 另外还要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 吃东西前 照顾小孩前 看病前后 醒鼻涕后 以及上厕所之后 在适当的时间洗手 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